助膠袋往頭裡面一套 瓦斯就關進去 行事主就聽了 你到底講不清楚 還有很多案件是我沒看過的 也要把硬推在我身上 那時候我們都要抓 抓到我的時候 直接帶去到他們的辦公室 手腳靠著的 去到他們的房間 用一個鐵鏈子 有這麼打過 喊在上面 鐵鏈子扭下 上面就是人半騰空的狀態下 只有腳尖踏在地板 就蹭在那邊 你要放手痛 手六鐵鏈子撐住的 撞不住 就把你放著就好了 放個五分之十分 還要來了 人家就進來了 蒸就撞了 等一下你鐵鏈 耗盡了 用那個 人家旁邊的X腰帶 不然就用那個浸滾 腳底就小小距離這麼蒸 罐水怎麼管 因為我們手腳靠的 兩個人幫你抓 一個刺刺瓶 一個刺刺瓶 然後頭往後面 毛巾蓋上去 水就灌 灌的當下 我們會認為說不要呼吸 金開就好了 喝就過了 鐵鏈總控肚肉的情形下 不要把我抓到我都抖 三十月就已經超緊張了 水沒空氣就掙扎了 很辛苦而已就不死 看你這樣不行 他也想給你蓋上 讓你喘下 問我 你要說嗎 他說要繼續 玩罐好作用 水裡面加胡椒粉 你如果我吃東西 搶到胡椒粉就知道 那種痛苦 重點還是它是很多量 那種感覺就像死 你就是過往那種感覺 哎 新事主要進來 你到底講不講 還有很多案件是我沒看過的 也要把硬推在我身上 好 我插進去 倒閉 明暈 跟第三項 換阿蘇 塑膠袋 往頭裡面一套 我阿蘇就關進去 那個塑膠袋膨脹起來 後面那個人就把塑膠袋 往後一拉 拉緊 塑的這樣就對了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 我說好 憋氣嘛 不要輸就好了 你要想一下 那個阿蘇在這個塑膠袋裡面 是不會痠 我就說撐一下 撐個一分鐘 只要我稍微小小力的 撕一下空氣 嗆到那個塑膠 哇靠 發瘋了 開始掙扎 痛苦 抖不住 那真的比四個更好 再來 如果我不說 事情又有來越嚴重越來越嚴重 這東西我 怎麼行 他們一定會給你割個東西 有什麼要嫁東西 你如果用空手煎 用東西煎 一定留下傷痕 他要給你嫁一下東西 毛巾 或是就很厚的東西 當場打到吐血 內臟破損 吐血以後 會讓你休息 白兵就進來了 拿個宵夜給你 說就講一講 來 我沒插 沒插不完之後 沒有五秒鐘 馬上整組人都進來了 再說 再來不再這樣而已 手鐲靠著 這裡也靠著 兩副手鐲 然後靠在牆壁 然後呢 潑水 地上潑水 放電 你看喔 我一手 靠到牆壁 這裡靠到牆壁 我要跑哪裡去 跳也不行 蹲也不行 什麼都不行 一直電你 你就很像一隻猴子 在那邊跳跳跳 電到你受不了為止 那種電 不是腳底嗎 不是 是全身受戴痛 不講就是電 等到你說好 我講 它會停止 就很簡單 一整套流程下來是五花八嘛 抓回去以後就是很多案件要我承認 其實很多東西是我不看過的 現在好來我講我講 不要再行 我講 去跟辦公室那裡的車子之後 我還沒錢了 皮馬上丟掉 帶進去 一樣的流程再來一套給你 現在就比較有人權 以前就沒什麼人權 你們的懷疑說 我要不要去訴求什麼東西啊 假如心得通的話 那だ你會怎麼一點 我膽子目畫自己 我膽子目畫自己